陈赫贴心陪伴俩女儿,妹妹脸蛋嘟嘟超可爱,安安超年人 12月2日,陈赫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和两个女儿一起在自家豪宅内玩耍的视频,妹妹正在专心玩玩具,陈赫为了吸引女儿的注意力不时上前巴拉女儿的头发,一家人其乐融融,而从图片中也可以感受到豪宅内景的宽敞明亮,看起来家具古色古香,非常的大气奢华 妹妹扎着小便儿,身穿灰色上衣搭配黄色裤子,她不理陈赫在一旁的干扰,自顾自地玩着玩具,地上散落着一些画本和书籍,看来妹妹虽然年纪还小,还是有一定的艺术细胞,陈赫在一旁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女儿,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笑容,真是负爱满满呢 妹妹起身调整方向,想要重新换一个领地继续玩耍,谁知一个不小心竟然把玩具摔在了地上,她转过身和陈赫四目相对,陈赫顿时变成了表情包,脸上带着忐忑,看来是怕女儿生气,真的是求生欲满满,看来妹妹在家里的地位还是不容小觑的 姐姐安安相比妹妹更加依赖爸爸,她乖巧地抱着陈赫撒娇,扒拉着陈赫的帽子,陈赫在女儿面前完全失去了招架的能力,两个女儿一个动,一个静,陈赫拥有着这两朵金花,幸福真是不言而喻呢 陈赫和张子轩的感情虽然受到了争议,但不妨碍两个人越来越甜蜜,虽然张子轩每次都会给陈赫打上马赛克,一家四口却不再像之前不敢同框 此前,在张子轩最新分享的Vlog中,陈赫还特地解释了为什么打马赛克的原因,他调侃妻子张子轩是要蹭自己的热度,言语之间都是满满的宠溺,张子轩一脸无奈,可幸福的眼神无法隐藏 陈赫嫌下来还会大展厨艺,为妻女烧烤,一家人赏着夜景,享受着美食,这才是最平淡的幸福吧